北平社区发展协会18号上午是举行了豆腐乳的制作课程 五十位的社区婆婆妈妈在讲师的说明之下 制作出了有机的豆腐乳 让社区的居民吃得健康 也能够透过学习课程来充实生活 社区居民以独家秘方制作豆腐乳 成为社区居民最爱的社区活动 五十位的婆婆妈妈齐聚一堂 社区里长也表示透过活动 让社区居民认识如何吃得健康 我们想让我们的社区的朋友里面 大家有一个健康的概念 如何制作豆腐乳 让大家吃得安心 然后身体身心也比较健康 所以教大家有这个机会 邀请我们社区的朋友里面一起来制作 要以什么样的原料去制作 然后对我们身心 我们的身体是健康 吃得健康 大家也比较放心 社区发展协会秘书也指出 在社区活动中心经常举办类似的活动 也获得居民热烈的回响 而这次更是以行动学堂的方式 让社区居民体验到传统豆腐乳的制作 回味小时候的回忆 北冰社区发展协会长期都有举办一些研习课程 然后也有做长青大学 然后社区关怀据点 然后我们服务了社区的许多长辈 那我们长辈目前固定上站大概有三二十几位到三十几位 那今天很感谢社会处特地来我们社区举办了行动学堂的豆腐乳课程 让长辈有机会体验豆腐乳手作 然后也了解了健康的饮食的方面 五十位的社区里民 云用传统的制作方式 以手工制作豆腐乳 并且加入糙米米酒等发酵 两个月后才能够开封品尝 不含化学添加物以及防腐剂 配稀饭以及拌面都是非常好的传统料理 记者林杰华林寺采访报道